三條麻不甩,齊齊齊笑6加1 逢星期三晚上11點到12點 迎棍夢工場,三條棍頭,肥豐,Peddy,阿柱 和你趕著粗口數潮流 一個專為本地球而設的節目 足球大龍場 每個星期一晚10點到11點 房中為Gary、奧雲和你回顧香港足球一周大事 想知本地球的最新消息,當然要聽足球大龍場 三個男人,天南地北,說什麼都可以 逢星期二凌晨12點到1點半 策略王直播室有喪吹會所23 社長陳成龍、Ken哥、Tony 三個男人,90分鐘,笑到你吐吐 我是SM吹水台的Sarika 我是Shabby,又微微 策略王直播室,堅係開台啦 本節目只反映節目主持及個別參與節目人士的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SM吹水台 優美微Sarika Hello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星期一晚9點 又是我們兩位跟大家吹水的時間 我是Sarika Hello 還有Shabby 大家看到我們今天又轉回平時的陣勢 一黑一白 因為一白就是今天只有兩條女人吹水 今天沒有男士在這裡 會不會有人不想看? 應該不會 也不會的 我想人們都很喜歡聽女生吹水 我們這些八婆仔 很多話說 GIRLS TALK 昨天我們去完中環海濱 跑完步 很健康 對 還要被雨水倒頭淋 真的濕了 真的濕了 我告訴你 大家看到我在Facebook 我真的在底褲也濕了 吹水吹到濕了 我真的在裡面濕了 我回家脫了一雙襪出來 只會滴水 超大雨 幸好今天也 我有少少覺得可能是作病 我都有 你也記得多加一些維他命絲 我昨天也 因為昨天跑完 回家也淋一淋身 換了一雙襪 換了衣服 然後馬上又出去工作 但其實 始終還是差一點 因為太累 和太早 對 很早 臨完 我們簡直是發冷 我們開跑之前 不過不要緊 昨天那個叫做為慈善出一分力 始終都是有意義的東西 沒錯 非常感謝主辦單位 和贊助商 邀請我們 我們兩位SM吹順來的主持 出席 以及去跑步 健康 沒錯 所以非常有意義 相信 除了有意義 有時候 有些人出席活動 或者幫人做事 有些人出席活動 我們昨天當然不是被人出席 我們昨天很有意義 說回 如果被人出席 有時有些個案 有些人叫你幫忙 做些事 出席活動 或者協助 總之就是要你洩些東西 說笑 Ms.S 到底被人找笨 英文怎麼說呢 找笨 通常我們會說 take advantage someone take advantage of you 有人找你笨 有人拿你的好處 在你身上 我們通常會說take advantage 跟抽水有沒有關係 跟抽水有沒有關係 這個也是可以用來做抽水 是一個好色的方法 例如我老闆 take advantage of me 但你可以說是sexually 或是怎樣 不同的方法 對 抽水也是 都要找笨 好色的抽你水 就是這樣 好了 其實找笨的定義是什麼 剛才我們也說了 我們做事 很多時候 今天 剛才 不開做節目之前 都在Facebook看到有些朋友說 又是因為一個有情嫁 朋友嫁 被人找笨 其實你怎樣看 因為我們經常接觸到這件事 而且我是經常被人找笨 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經常被人找笨 我們這一行是很容易被人找笨 其實是很容易被人找笨的定義 其實被人找笨的定義 通常是顧名思義 其實你應該得到某些回報 不管你是不是錢 或者所有東西 反而你犧牲多過你的回報 或者明明你是值得那件事 但被人從中取得了 或者剝奪了你的利益 然後你就從而被人找笨 明明你是那個 然後要被人踩多幾腳 然後要你這樣 對 經常發生 所以找笨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程度 除了不一定是在錢上面 很多程度都可以被人找笨 我們剛才提到 其實我們這一行最容易被人找笨 我們稍後會深入說一下 其實我們不是說這行 其實我們今天預備了各行各業 也有十大經常被人找笨的行業 沒錯 十大經常被人找笨的行業 除了我們最容易被人找笨的演藝界之外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 這些資料其實我們在網上找的 相信有些人就會認同 有些人就覺得 都未必學了職業都很笨 我們也是拿出來和大家討論一下 不一定代表我們都覺得 這些職業全部都是被人找笨的 都是拿出來大家討論一下 當然如果你覺得 不是我 我也是做這件事 我不覺得被人找笨的 都歡迎你了 或者你覺得你真的很被人找笨的 你也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馬上講完你的職業上去 我很快就讀一次 我們十樣有空姐 社工 接應師 IT人 形象設計 化妝師 銷售師 司機 我們那一行 演藝人 例如KOL 所有的藝人 MC Model 等等 最後就是 Production 和Designer 沒錯 不如我們由第十個講 我們今天決定由下面數上去 由第十數上去 第十那個 Production 和Designer 其實我相信 如果做這一行的人 立刻就舉手舉腳 贊成 我們最被人找笨的 好 Production 可能是拍攝 廣告公司 就是科技公司 等等 對 或者甚至乎 可能 幫人搞活動 對 搞活動 設計 可能是 幫人設計 一些廣告 做事 或者特報告 等等 經常 自己都有做這些事情 都知道 經常被人找笨 沒錯 其實Production這一行 說真的 做的人應該是有外遊行 因為如果不喜歡 其實真的很辛苦 因為這些根本是 沒有開工時間 沒有下班時間 對 沒錯 如果你要有個活動 你要劈 你可能 早上邀請 04 05 你下班可能是 第二天的 凌晨 也有機會 先不要說 工作時間 不如就說 每一次你接一宗工作 回來的時候 由怎樣開始 通常有些公司很流行 譬如 我是公司 一個產品A 我需要找人拍廣告 做Event 等等 通常公司很流行 價格 他們會怎樣 找三至四間公司 叫他們 打個報價表 然後就打個計劃 最好 因為我可以研究 這個A公司 B公司 C公司 D公司 有什麼好 有什麼我要的 有什麼不需要的 然後就在這裏 然後就好像執菜 這樣 或者比較 這間公司這一行便宜 你為什麼這裡收貴一點 又成這樣 就打個計劃 就打個計劃 這個過程 已經是一個 你未必有 已經要給別人 但未知有沒有回報 所以有些公司很聰明 尤其是一些大些公司 他們就會流行 我有理沒有理 我收了10% 但現在基本上 就是服務問題 是啊 所以基本上很多公司 就是想著 這些公司都不用收我 那些公司 他們就會先找那些份 是啊 因為現在很多 像你說的 其實很多公司 都未必要先收 那些公司 他們就覺得 你們要收 好像他們又覺得 被人找份 那一刻 他們就當然找一些 不用錢的 到處 量 水分 價錢 到最慘 剛才都說了 打完計劃 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 到你想了一條 那些設計 那客人 就覺得你的設計 是好的 但他又覺得你的公司 貴 又或者覺得你的公司 不夠名氣 為什麼你又要 又要收這個價錢呢 然後呢 從而 將你的計劃 由A公司的計劃 我就不用A公司 但用A公司的計劃 就叫B公司幫我做 對 我要這件事 所以很多時候 有時候我們 可能接到一些 活動 有時候收到一些 可能用具方面 等等 總之production 有些什麼東西 台燈聲 那些 然後呢 我叫你報價 但我要收拾這些東西 是啊 其實那些東西 真的有價格 是啊 真的有價格 這樣很慘 有時候你又出了料 你又出了design 搞盡腦質 幫你做了設計 就是designer 那部分也是 可能有些產品設計 或者你幫他做個 Event 那些backdrop 那些設計 你公司做不少設計 是啊 我公司也有很多這些經歷 很慘 叫我的同事上來 他們有排嘔 他們一定都說出口 那就是了 被人偷了一些計劃 但他們又花了很多心機時間 誰知就被人 全個照片 照片 就被另一間公司做 其實真的很吃虧 所以其實也想在這裏 幫這些製作者 和設計師 發一發成 外面的廣大的客戶 我覺得有稀少少 不要拿了別人的計劃 但又不用別人 好像真的不太好 真的很慘 真的很慘 你跟看腦肌沒有分別 就是 人家真的花時間 精神和心機 去用腦肌 去幫你們去想 如果你們經常都抱著 那些心態 我都想到 想到你能不能做 有沒有人來用力 能幫你去做 不是說 只是花錢 這件事 都要告訴你 其實花錢是花得正的 是啊 所以其實也很慘 很矛盾 他們很難 100%可以保障他們這部分的工作 是啊 很慘 第九 哇 很長時間 演藝人和KOL 其實演藝人都包含了很多不同 譬如有演藝人 我們有真的 譬如是藝人 明星 歌星 那些 有可能是主持人 節目主持人 有Model Dancer Dancer KOL 很多很多 KOL 現在都是 都算半個演藝人 他們現在 很穩定 很多藝人 大佬 KOL 那為什麼他們歸類為這個 混品職業 是啊 為什麼呢 不如讓我先說 其實因為藝人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每個阿珠都會教成藝人 那一定 那其實都會有分 紅紅 人人氣 現在其實 因為很多人都會喜歡看這個 上網 看別人的粉絲 看別人有多少個追蹤 然後就變成是用了 追蹤人 多少人去定義 多少個讚 去定義 到底人氣有多高 不是說不對 但有時候有些數據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不是可信 是啊 沒錯 就是因為有這些假象數據 所以有些人就會拿這個數據來答出來 就說 我看到你 對 你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曝光律 但你的粉絲是這樣的 然後就乘機又壓力價 又怎樣怎樣怎樣 是 還有人氣 名氣 都有很多關係 有時候的客人 尤其是叫一些藝術 明星也好 KOL也好 幫忙 因為現在網絡世界很厲害 幫忙宣傳一下 他們的產品 現在最流行的了 就是都撇除說 還沒說到 找你拍廣告 或者什麼 對 叫你分享一下 那些帖子 嗯 有些人真的很運氣 很慘 見你又沒有什麼人氣 又沒有什麼 隨便送兩支東西給你 我贊助你用這支洗面膏 你隨便幫我出個帖子 但明明如果他找一個名氣高一點 可能他不只要贊助他 還要付很多錢 但為什麼你會願意給他 那些舊錢人 對 這樣也對 因為人家真的有很多人追蹤 有很多人喜歡 但有時候 我覺得跟難做難接都有關 其實也有關 對 譬如你不要說只是我們模特兒 藝人 其實我們每一個階別 在這個演藝圈裡的每一個category 都有人會難做難接 從而令到大家整個市場的價值 拉低了 我覺得是很慘的 這件事 明明好像說我們 我比較 不如說你先 不如你分享你的經驗 因為MC也是一個海鮮駕 對 MC也是海鮮駕 你的師兄Bob很流行 放手 經常都會說 有情嫁類死人 有情嫁類死人 剛剛才說完 我看到他在Facebook 沒錯 其實很多時候 有情嫁有情嫁 究竟有沒有有情嫁 我覺得如果你沒有有情嫁 不如你定義一下 有情嫁在你眼中是怎樣 是什麼叫有情嫁 其實有情嫁 我們很久 評估初開的SM吹水台 我們都用過這個 來做一個主題 整集說有情嫁 說到我們都說不完 說到吵架 我們現在就拉一下 其實有情嫁 我們那集得出來的結論 就覺得你的朋友想找你笨 簡單說一句 沒錯 說真的 如果你是Friend的話 你為什麼有情嫁 我寧願 我跟你Friend 我公司有這麼多Budget 去做這件事 你是我的Friend 我當然是益你 我寧願益你 好過益外面的人 我覺得這樣才算是什麼 你有情嫁 不是叫你找個Friend 譬如我明白 每個十個都會說 哎呀我沒有Budget 所以大概 其實你沒有Budget 你就不需要等別人去開架 你不需要問你的Friend 你幾銀 或者你知道你開架 你做不做 不做 那別人不做 很正路 因為真的太低 我沒理由 因為你一句話朋友 是不是真的朋友 看你平時有沒有找我就知道 是啊 我們是不是真的經常走 街看戲吃飯 是否真的姐妹就知道 是啊 近來我有個很搞笑的經歷 可以分享 有一天我有一位女子朋友 無端端電話都沒有 WeChat給我 我應該沒有她電話 他說 Sarika 你最近怎樣 然後我說 哪位呢 我完全沒有印象 然後他說 我呢 我的兒子百日宴 我想請你出席 我心想 咦 你究竟是哪位 你結婚了 生了兒子 我也不知道 那他先恭喜他 是不是 啊 即是你第一下想 有些不太熟的人請你去喝 或者你想 有時候人們想照顧夠圍 沒錯 其實Bob做MC就好了 其實都是朋友 阿姐證明了一件事 Sarika做MC做到好Pro 做到深入民心 所以別人發日熱好日都不找你 都記得你做了 其實是很成功的 很成功 好像Bob這樣 我相信我師兄也是 肯定很多朋友 他特別多 他認識那麼多人 他不認識那些人都認識他 就會冒昧就說 Bob我請你來我結婚 但你可不可以順便上台 幫我講兩句 我想順便上台應該都沒問題 但他們的順便上台的意思 其實就是想你做MC 不過他有時候喝大兩杯 應該你應該會講 即是在大眾 他們就覺得 你順便幫我上台講兩句 但你反過來想 不過我想如果你師兄出席這個活動 應該是有上台的 如果他真的會順便幫他上台講 當然就是friend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我們有時候很尷尬 我又不好意思推人 但你又不是很friend的時候 你又專門請我 但你其實就是想找我 其實就是 其實有些人說可以 可以有兩個做法 即是可以怎樣去做 就是要不就是 你又不要直接推他 說我太低能 我不做了 又不要這樣說 例如你有其他事情做 你已經有其他事情安排 你推不到 所以就這樣軟區 我想他都不會介意 我那次真的有另一個job 剛巧那天 我就推了 如果不是我真的不好意思推 我也不知道怎樣推 即是我個人不太懂得說不 可能真的不好意思怎樣推 即是你明白嗎 但我又覺得 其實 你是不是應該站在別人的立場看 即是做MC 或者上台 講兩句話 其實這個是我的賺食工具 是我的產品 我想他們經常覺得 你只是討論而已 讀著個稿多容易 我又不是問你一個問題 既然你覺得 只討論 用對稿讀的話 稿好像這麼容易 那你自己不上台 對呀 即是你阿祝阿祝都可以 即是你找得到我 因為你是需要我的專業 即是你需要我的專業 即是你喜歡我的能力 即是你去做 即是其實好像這樣 Shelvie拍很多廣告 我的朋友順便過來幫我 在廣告前面養兩下 這樣是不邏輯的 整件事 即是好像譬如 這個叫亂入 對呀 現在買的 現在又流行這件事 那你覺得 即是其實這個是我的產品 即是我是在賣這件事 這件事是我的賺食工具 我是以這件事賺食 即是我不可以衝進一間餐廳 你順便請我吃兩個菠蘿油 即是你不可以這樣 即是那些是我賺食的產品 即是我的產品 即是做MC上台說話是我的產品 即是有很多人就是不明白這件事 當然很朋友的那些我是OK的 通常我都會 唉糟了這樣 即是那些人馬上打來問我 在測試我們的友情水運 我除了節目之後 就是這樣 即是就是這樣 其實不是除了我們 我們好像待會說到有些職業 譬如很多的化妝師 髮型師 或者一些衣服贊助 那些人一定很多 都冒昧就打來 唉你可不可以幫幫忙 幫我化妝 幫我整個頭 即是這些就是混笨 那別人是真的賺食的 是的 那好啦 那你有些什麼分享 即是藝術這件事 藝術這件事 沒有啊 因為其實有些朋友 譬如拍攝 我聽到有些朋友 他們說 唉大台拍攝很穩笨 為什麼呢 人工又低 但時間又長又怎樣怎樣怎樣 什麼都不做得又怎樣怎樣 你又怎樣看呢 你又覺得 那其實我覺得 兩樣 我覺得兩體 兩體 大家都有大家的利用價值 即是大台那些拍攝 他們的人工是比較低一點 但作為一個明星 或者一個藝術 或者一個演藝人 那你也需要利用大台去增加你的exposure 即是你們當是一個平台 去給你自己宣傳和曝光 因為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演藝人 其實都很需要曝光樂 當然是 那誰叫你在別人的地方賺錢 有時候每個地方都有他的地方去遵守 當然是 還有其實 我知道 其實我聽到一些前妹說 其實大台他們的定義有時候 不是一定要你 不是你只用白豆那份人工 其實他都需要你自己個人去努力 其實賺錢 你要拿這個名字 你要做好一點 然後在外面找回來 沒錯 不是說我在這裡 我就是白豆就可以了 沒錯 所以都是 其實大家互相利用 沒錯 如果你不在大台外面 你不在大器平台出現得多 別人又怎會認識你呢 別人不認識你 你人氣不高的話 那外面的大品牌又怎會找你呢 通常都是這樣 就是一個機會 看看你自己覺得值不值得 我也覺得 我都明白要去到尋找 對 不過我都明白一件事 有時候可能 他還未紅 可能又遇到一些不平等的對待 他便會覺得 可能很不舒服 但其實也是一個考驗 對 還未紅 然後又遇到一些被人撇低 我們都很多經歷 我們可能要找一集 找一集分享 甚至乎你不要說現在 以前小時候做模特兒 那些都是 你沒有那麼紅 或者不太認識你 那些工作人員 那些 不知為何總是對你比較壞 對嗎 就像周星馳那些 丟飯盒給你認識 那些 沒有選擇 丟餐蛋飯 乾淨 那些 那些 但到你 要做好一點 或者有經濟人 其實我覺得 臨時演員都屬於 非常不平等的感覺 對 不過我覺得 怎樣也好 就算別人對你不好 或者怎樣 總之自己做回自己的本分 千萬不要放棄 千萬不要放棄 千萬不要對別人發脾氣 要很禮貌 更加要 讓他更加認得你 記得你 沒錯 他就會覺得 哎呀 感覺很抱歉 沒錯 沒錯 大概也是這樣 KOL 剛才我們也說過 被人找笨 就是那些 其實你在一個 現在網絡世界 好像剛才我和Shelphie開鏡前 我們在聊 其實現在網絡世界這麼發達 不只是香港人看到 你也說 其實全世界都看到你的產品 我上網 或者怎樣幫你賣廣告 我除了要花時間去寫 我又要花時間去試 我要冒著爛臉的危險 我又要寫 然後又要拍片 等等 其實真的很多功夫 客人就覺得 你每天都會貼文 有所謂 因為他在你眼中 開過Facebook 開過 奸容什麼 免費 其實 我上網不用付錢 對不對 雖然只有皮毛這麼少 但問題始終 我一發出來 其實是全世界的人都會看到 不同 你普通 可能在大氣電波賣廣告 可能只有那個地區才能看到 是兩樣東西 所以現在 其實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網上宣傳的趨勢 應該會收貴一點 對 而且 你不只是貼文 我不是只貼文 這麼簡單 我還要去寫 我可能還要去拍片 然後 有時候又要量度一下 我怎樣拍 你知道拍一條片 真的很辛苦 你問黃玲東就知道 所以他的成功是非僥倖的 還有你拍完這條片 你還要冒著被人叻叻的危險 你還要冒著這個 影響你自己的聲譽 對 沒錯 所以真的得來不如 對 然後我很佩服 KOL 又剪片 整個效果 其實真的很浪費時間 但我經常見到 那些努力 找KOL 100元 一個Post 就要你 有Post片 又怎樣 又怎樣 又幾多分鐘 然後我試過遇到那些客人 幫我找KOL 來我的Event 做一個小時Live 然後那個星期 就要出五個Post 關於我的Product 然後我就給他幾千元 我心想 你要別人做這麼多事情 其實是 因為他們經常覺得 好像 你貼東西 很便宜 因為他們覺得 一些東西得來太容易 當然太容易 因為有一群 經常說自己是KOL 但其實是新人 都不是新人 其實是普通一個人 是想著 反正自己都是上網 不搶著自己做這些 然後就攔接 難性 純粹是貪小便宜 而去參與這件事 所以就令到 有些客戶就覺得 你們這群人 根本上就是在拿著 其實我都是出過Porto少少錢 又不是浪費我很多錢 所以他們經常覺得 這些是免費 就是回頭 就是剛才說做爛市 所有都是 Model 那些 有些就覺得 我收便宜一點 就做 其實就帶低了整個職業 好了 我們繼續 久以前在這個演藝圈和KOL 一定是說到明天還沒說完 所以我覺得 沒錯 好了 我們第八個就是司機 為什麼司機會被別人覺得混蛋呢 這個我們也是在上網找的 很搞笑 是的 是的 那的士那些一定每個人都慶合合的 說到 因為 又取賽 我都試過不少錢 亦都試過很多錢 在Facebook不斷爆 因為 的士司機 有時候我自己覺得 有時候真的要遇到好的 有時候有些壞事 上來真的可以 為什麼你不懂路 你都可以走去開車 都反而不斷在那邊 就是要收到我的錢 還要收到我的錢 還要收到我的錢 還要收到的錢 但是其實司機裏面 有一些搶 例如kogovain 其實我覺得他們 連貨 但可能是一個很長途的車 沒有錢賺 分分鐘蝕本 因為我試過從油堂到機場都是8-200元 所以我會覺得是真的 所以很多人現在乘的士去機場 叫GoGoGoVan 但好像是不行的 當然不行 你坐上去就不行 其實司機還有很多 我們剛才上網找到 如果有各大司機大佬 在我們的觀眾群裏 可能就心同感受 因為司機有很多時候 娛媽姑姐 老婆 女朋友 就叫你去哪裡 老爸 舅父 叔叔 什麼都好 我剛剛購物完了 一代二代很重 可以過來繞我嗎 所以都不知道 到底考到車牌是沒事還是沒事 我是真的 我以前有個好朋友 他的老爸 就是做司機 每一次我們出街去蒲 他就打給他 老爸在哪裡 我蒲完了 可不可以繞我回家 就叫他過來繞他 我也有個朋友很好 他的叔叔是做小巴司機 我記得我小時候 讀書的時候 常常都剛好上他的小巴 叔叔很好 那天就不收我錢 每次都繞我 所以有時候做 那你有沒有請人家吃飯 我當時小時候 不太會做 我可能都買一些糖 就說了巧克力 讀書的時候 有點蠢 但都覺得不好意思 但最搞笑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遇過 我遇過坐的士的時候 明明的士是沒有蓋旗的 但的士司機旁邊的位置 又坐了一個人 原來的士司機旁邊的女朋友 或是老婆一起去開工 或者順便繞他的時候 就召接客 真的很尷尬 那一刻上去 第一件事就想 死吧 我是不是上了賊車 他們會不會兩個劫持我 不知道我在哪裡 你突然會這樣想 別人在受家庭 誰知道原來 有些司機可能 我們在前面的時候 就不想跟我女朋友或老婆分開 就帶她去開工 愛一次前 對 很搞笑的 接下來第七項 就是做銷售 我想很多朋友 尤其是做一些名店的銷售 特別有同感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有一個員工的折扣 可能他們每個都有一個quarter 然後他們的朋友 通常自己都未必會買 因為你天天對著 你不會想買的 其實基本上 難道你在那裡找 在那裡給她 不可能 然後有些姨媽姑姐很喜歡 就說 你哪個姨婆 哪個朋友 我可以買個袋 然後我就想你幫我拿個折扣 其實你永遠 你的quarter就是給你朋友 對呀 而且他們經常都 對呀 通常給朋友 又或者你身邊有些朋友 做名店的時候 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生日 你就會馬上想起 啊 讓我打給他 叫他幫我買一條手鏈 買一條銀包 好日都不找人 對呀 好日都不找人 但是又有另一邊商的說法 其實他們一點都沒有被人找笨 反而他們還要找人 因為話說我以前有個朋友 也是做這些名店的銀行師 他就拿很多貨 拿貨就有折 他們也是staff sale那些 手袋一折 但是他們就很聰明 他們就不知道是不是集團式 他拿了貨出來 是轉頭賣出去的 他當然不是一折 他們可能半價 他也有賺 他也有賺 他賺之餘 公司說明規矩是 你不可以再賣 你不可以拿去什麼站 那現在其實他可以上網賣 上網賣 但他們也有危險 因為他們寄了他們的staff number 例如你買了那個袋 如果我在什麼二手店發現這個袋 那就麻煩了 所以他們也會賣給熟朋友 你知道我們以前做model artist 都經常買化妝品 又買袋 我們就整班 他一有這些 他就post出來 或者直接上他家 像showroom 放在這裡給我們選 他也賺得多 每個袋都賺幾千元 所以你說笨不笨 看下你是最笨 其實 看下你是聰明那些銷售 還是被人找笨那些銷售 你是聰明那些 你就應該不會被人找笨 你還會找人笨 好像你做MC 有時候有些時候 人家說 我很急 急著要找人 你可不可以幫我 幫我接了他 你一問他的預算 你平時可能十分之一都沒有 我純粹馬上有利是 你聽到也會覺得很不對勁 沒有理由你明天的活動 你今天才來找人 要是別人放飛機 要是價錢不對 要是客人不喜歡 一定有些問題 你會 沒有理由這樣 但就算你這麼急 你也沒有理由用這麼低的價錢 去招待別人幫你 沒錯 所以我們銷售之後 可以說makeup artist 其實跟你剛才的例子都很相似 經常都被人找笨 類似好像MC工作 臨時甩底 我要找個makeup artist 上來幫我撐 你是我的朋友 朋友價 我突然間要makeup 你收便宜一點 我給你一封利是 有很多這種情況 利是這件事 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利是這件事的定義 真的很廣 一元也是利是 一百元也是利是 你出了一句不像 你幫他做完一個免費的工作 接著一個收利是的工作 之後他對封20元給你 那你怎樣 哈哈哈哈 駕車也不夠 對嗎 你車錢也虧了 化妝師尤其是 很多人說 給封利是 幫我化妝 化妝不用人物力 他乘車拿著東西 他不是就這樣拉到地鐵站 或者走路這麼簡單 他可能要坐的士 人家要坐的士 他的化妝品都是錢 你用之前要洗了掃 用完又要幫你洗掃 化妝也是一門技術 你不是阿豬阿狗都 就像我剛才說的 他真的在賣他的技術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新娘化妝 新娘化妝真的很多時候 那些化妝師經常被人找病 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你身邊好像一個 Saven 已經有一個做化妝師的朋友 你一定會找他去化妝 他又會覺得 我一生人一次 你應該要幫我 所以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就是 你是在賣你的技術 你的手藝 你的產品 就像剛才說的 為什麼人們會覺得 你是我的朋友 你搭肩膀幫我活著去 如果是好朋友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 那是別人的生意 你不要覺得 你只是化妝而已 有多容易 有這麼容易 你就不用找他 有時候就是這樣 他自己化妝 不過做新娘子 就是不可以自己化妝 因為傳統來說 是不吉利 當然 所以他就是找朋友 是啊 那我們就 可能講快一點點 因為我們時間不多 其實Stylis 跟我們的化妝師 都很相似 沒錯 就是一樣的 都是會被人找病 就是因為他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人們覺得 例如攝影師 Stylus Make-up 攝影師可能沒有那麼厲害 尤其是Stylus Make-up MC 他們總是覺得 不用用你很多 力 有什麼要你出 這麼容易 不用收錢 就是這樣 如果對於一個 好像Sarika 這樣用口韌 吃說話 很流暢 很急才 超厲害的話 他當然不需要花很多時間 不是的 我是要的 我每一次都準備 都很充足 哈哈 但對於我來說 還要我拍攝他的節目 我真的 正如報道 我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去做資料 甚至要跟他說話 說真的 好像我們做節目 大家看到我們好像坐在那裡 吹水 我們要坐車過來 我們要坐車 我們要化妝 平時不化妝 然後我們要做資料搜集 我們真的有做功課 其實我們都是付出很大努力 哈哈 那些人就是覺得 咦 你們在那裡吹水 你化過妝 或者你幫我做形象設計 你想想我穿什麼衣服 你都是你的興趣 你平時都是這樣的 你都不辛苦 他們是覺得你完全沒有付出 或者是很簡單 好像我們的台 拆麗王 他們是做股票 他們每一次開市之前 每次做了功課 才跟大家吹了那麼久 他們都開始收市 其實他們是一個專業 沒錯 所以那些人就不要覺得 其實不需要收錢 而且也是一個尊重 人家真的在賣一個產品 沒錯 就是他們的賺食工具 如果你是朋友 你就不要這樣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打算給他一封禮事 你就給大封的禮事 大家也會開心 然後我們就 IT人 IT人都是一些網絡 電腦等等 IT人是濫厚了 對電腦充滿著很熟悉電腦的人 我覺得 不一定是限制於幫那間公司做IT 我覺得是一個很聰明電腦的人 都可以稱之為IT人 那這些為什麼會被人找笨呢 就是因為 你三姑老婆常常要找你做電腦 做電話 對 沒錯 而且我家裡總是有一個IT人 我家裡為你 我弟弟就是我家裡的IT人 我們每個人有什麼電腦的問題 不懂做APP 電話壞了 有什麼APP使壞了 不懂下載的東西 第一時間就找他 一定會打給他 無論他在做什麼都會打給他 問他 經常會被他相差 因為在他們眼中 因為很多時候 為什麼會說這個職業被人找笨呢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的人 就會覺得 按幾個按鈕 按幾個按鈕就可以了 多快 這樣這樣這樣 你這麼聰明你這樣 對他們來說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尤其是 再深入一點 有些IT人 譬如撿照片 剪片 那些朋友 你幫我撿照片 你幫我剪片 很容易 但其實人家撿照片 真的要浪費很多時間 好 即使這一個東西 也涵括了下去 第三個是攝影師 沒錯 攝影師 其實不是只拿著相機拍 其實他拿著相機 周圍走來走去 又要設燈 又成幾十支燈 對 人們覺得攝影師 像是你按鈕 其實不是 如果你真的按鈕 如果他按鈕 你就不會在那裡 跟別人說人家拍得你 對 而且不會分那麼多不同級 有些攝影師拍得很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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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只有一個學問 其實我聽完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幫你拍完 還要幫你撿照片 還要幫你撿照片 撿照片 撿那個過程真的痛苦 其實在那裡 攝影師不只是限於拍照 對 人們覺得攝影師找他們 笨 你幫我撿一張照片 又要另外收錢 撿多幾張照片 又要另外收錢 他們就覺得很笨 但其實攝影師撿照片 真的要浪費很多時間 因為其實是他的作品 你找他拍照 然後出來 其實基本上 做得不好 不是靠撿不撿照片 是靠他 原本好的時候 你看又漂亮 他撿又容易 還有也是經驗 那些去搭救 還有剛才你說的 鏡子那些很大投資 還很貴 還有另一件事 有一次我上網找 知道10集的過程 裡面 攝影師最多被人搏笨的經歷 又是在結婚 別人的朋友結婚的時候 幫我拍照片 又怎樣 曾經試過有朋友說 有個好朋友 也不是好朋友 就是普通 說我需要去外地拍的這輯照片 但我想請來你去 那些鏡頭有什麼有漆 全部都要運過去 都需要錢 那你又不包別人 你猜真的 你猜只有你自己 自己要戴衣寵嗎 其實他那些更重 其實隨時押了他很多 還要天寒地凍 其實又要戴外套 其實基本上 KG都不夠 其實是要加錢 他那個朋友 所謂的朋友 不肯加錢 搞到其實都很狼狽 結果他搞到 又要這樣的效果 然後又怎樣 你不是說我結婚 一身人一次 你不是不幫我 結果他好像是貼錢 這樣去做 真的很慘 你也說 這是他的技術 也是穩食工具 剛才說的 其實你想想 別人特地抽幾天 去其他地方也好 特地抽時間 去幫你化妝 抽時間 幫你整個頭 人家也有時薪 你真的在洗他的工時 對嗎 就是人家也有時薪 他真的免費幫你做事 所以有時候真的 不要經常找人 所以還有另一件事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時效力的人 上網找 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一定是關於結婚的 就是一定提醒的 因為結婚這件事 然後就會在找人 然後又怎樣呢 有些人說 要拍照 然後我要找場地 有些有新人 真的會想著 我去一個地方 借別人的地方 然後他就完全 拍攝也要付錢 去租地方 何況你結婚 你又不是什麼名人 又不是什麼 我幫你下課 你這個製成品 可能是不會有人看到的 Kindy你先去哪裏 這件事是超級 林兼幼稚 對 好搞笑 真的很多這些 現在人們有少少妄想 應該覺得每個人都可以做這個KOL 又是回到去 好 第二個就是社工 其實社工 我又覺得 不能說是穩笨 只不過他們就是愛心 愛心爆棚 你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社工是有人工的嗎 社工 有當然有 但問題其實可能 如果一些學校的社工 可能他不只是閒於幫學生輔導 等等 可能其實校務上的事情都要處理 等等 變成其實 換句話說即字 好像雜務 還有可能沒有下班時間 因為你除了上班那段時間要去 take care 即是社工 開解人 和人來聊天 探望小朋友 什麼都好 放了班的時候 很多 都要follow up 因為有些人遇到 更加有問題 更加壞的人幫上 可能突然凌晨幾點 我打給你 難道你不跟他 是啊 很難罰 因為這是你的責任 所以有 你的學生半夜三光打來 說不開心我要自殺 你都不知馬上去 當然有些社工會說 要穩笨 看你的行動 所以你不夠愛心都很難做到 社工 社工自己不會覺得被人穩笨 但我也不覺得他是穩笨 那他自己選擇 好了 到最後一個 空姐 其實這個 我第一個看 我完全不覺得這個職業是穩笨 我也是一個開心 我也是一個開心 但我們網上的人 為什麼被人穩笨 他們就說 除了他們上班的時間 又要擔擔抬抬 又要站 其實空姐 說得好聽就是空姐 其實說得不好聽 其實他只不過是 飛機上的待遇 所以他們都很慘 他們又要去其他餐 然後客人又麻煩 尤其是 我聽過那些空姐的朋友 尤其是坐那些 第一課 或商業課 覺得自己是皇帝 大爺 諸多要求到飛起 我覺得某程度上 那時候去外國讀書 真的會覺得空姐 有時候有些過分 可能真的 太多小朋友 去搭飛機 所以他會覺得 我又要服侍這班小朋友 很吵 所以他反而很正常 所以 但問題是 你是在服務人 你沒有理由 譬如我說 我可否要一杯 熱檸茶 檸檬加一個紅茶 其實只不過你茶裡 放一塊檸檬 然後他說 茶餐廳 這樣 所以也好 其實我會覺得 你沒有理由 你這個職業 你這個職業是你 你是要負責去服務人 其實 你沒有理由會這樣 去告訴別人 所以不怪得知 在網上說好 或者怎樣都好 不斷罵這間航空公司的空姐 是特別壞的 所以空姐也好看 EQ高不高 但網上那些人 就說空姐除了上班的時間 下班還要幫別人走水貨 所以就被人找笨 但其實我說 一點都不找笨 她自己不會抽水 她走水貨的薪金 分分鐘高過她 空姐幾倍 我真的聽過有人說 她走水貨更高 沒錯 還有做導遊也是 不過anyway 這些 其實基本上都想到 是嗎 是 所以 找不找笨 都是看見人見智 看你自己怎樣看那份職業 還有你自己執不執著 還有最重要是 自己聰明一點 還有心態也很重要 就是你怎樣評減 對 就是懂得說不 不要常常被人找笨 我懂得告訴別人 那個是我的賺食工具 我沒理由這樣 就不收錢給你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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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想找人笨的時候 都希望尊重一下別人 不要被人找笨 其實我們兩個女生 經常吹得很興趣 所以下星期一 我們再跟大家繼續吹水 今晚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一 9點鐘 SM吹水台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